大家好,我是阿胖 春天遇到此菜可以多存一些 因为它独有的香味,非常好吃 这是我自家种的,季菜 今天挖了10斤 这个时候正是季菜大量上市的时候 经过一冬天的孕育 春天的季菜也是最好吃的 季菜在大城市卖,售价可不低呢 至少要10块钱一斤,甚至比这还要高 于是在自家菜园里种了一些 这样吃的时候既省钱又鲜嫩好吃 先把挖来的10斤季菜 在流动的清水下,分批冲洗干净 过了春天,想吃季菜就很难了 今天就分享一个它的保存方法 提前烧一锅水,水开之后加一点食用盐 然后把洗干净的季菜放进来 用热水烫一烫,不要烫时间太长 大概20秒左右 季菜像菠菜一样,含有一定量的草酸 这样用热水烫一烫,既可以把草酸去除掉 还能够使季菜颜色碧绿,看上去更好看 烫好后把它放入凉水里面,泡凉 然后再分批把剩下来的季菜用同样的方法烫一烫 烫好之后用漏勺控水捞出来 全部放入凉水中,让它慢慢凉透 等不烫手的时候,再抓起一团一团的,攒干净里面的水分 这样有利于季菜的长期保存 在做菜团子的时候,不要一次性抓太多 把它做成一小团一小团的 像这样就可以了 哇,这个颜色,看起来好春天啊,太清新了 就像绿宝石一样 然后再用保鲜膜,一团一团把它分开单独包裹起来 这样放入冰箱冷冻时,不会全部冷冻在一起 吃的时候拿起来会很方便 吃多少拿多少 包裹的时候,一定要把里面的空气排除干净 这样在冷冻时不会结霜,就不会把季菜冻坏 10斤季菜烫软后,再加上攒干水分 只出来这么多,也没有多少 大概有10来个左右 很少很少 像这样单独分开包装 可以全部再装入到一个大袋子里 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这样保存,可以吃到冬天,都不会坏 吃之前,只需要把它提前拿出来解冻 吃的时候和新鲜的一样鲜美好吃 季菜的吃法有很多种 可以直接和鸡蛋一块炒 也可以和猪肉一起调饺子馅 或者是和羊肉搭配一起调羊肉饺子馅 如果做饺子馅,一斤肉搭配两斤季菜 这样调出的饺子馅,它的季菜味会非常的浓郁 今天视频里分享一个季菜炒鸡蛋的吃法 很简单 把鸡蛋打散,然后加入切碎的季菜 搅拌均匀 油热之后倒进来 炒一炒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好吃哦 鸡菜的香味很独特 就像被大雨洗礼过后的土地散发出来的泥土香一样 闻一闻,非常的清新,好闻 搓上前去,用鼻子使劲嗅一嗅 它的香气很是沁人心脾 是春天里我最爱的味道 这样做出来的一盘季菜炒鸡蛋 看着清新,闻着香,吃着更好吃 就像把春天吃进肚子一样 不管是作为野菜还是食令蔬菜 季菜它的地位非常高 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吃哦 现在正是季菜大量上市的时候 如果你也喜欢和我一样吃季菜 不妨可以这样试一试把它保存起来 到冬天吃的时候都是新鲜的 我是阿胖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